第三章第十讲 用Metalab求函数的极值 本章中我们讨论了函数的性质与图像 主要是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的 一是单调性 也就是Y随X变化的趋势 这里主要是用一阶导数FPRX来判定的 当FPRX大于等于0的时候函数增 FPRX小于0的时候函数减 并由此引出了函数的极值和最值 这两个概念分别从局部和整体的角度来看函数 第二个角度是凹凸性 也就是函数的弯曲方向 这里主要是用二阶导数来判定的 而由于弯曲方向的改变 产生了拐点 第三个性质是渐进性质 我们所谓的渐进性质主要指渐进线 这里是用极限来判定的 用Metalab的计算工具 可以很容易的得到我们的函数性质与函数图像 这节课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 首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求极值的一般方法 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是求函数的注点 在这里面需要我们先求导数 然后再求方程 根据我们前面的介绍 我们知道在求导的时候 我们需要引用DIFF语句 第二步是判断二阶导数在注点附近的符号 在这里需要先求二阶导数 然后再求极限 需要分别引用DIFF语句和Limit语句 最后我们通过比较二阶导数的值 得到几点的值 当然了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绘图 直接来读取极值点 好 在这里面除了前面学习过的语句之外 就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来求解方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在Metalab里面求解非线性方程 好 我们常用的基本命令 主要有这样的几个 它们都是基于SO5这样的一个命令 如果单求一个方程的解 可以用SO5加上方程的解析式 如果求多个 也就是说多元的方程 那么分别引用每一个方程的解析表达式 这里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面的EQN 也就是说Equation 必须是方程的符号表达式 而不能是它的代表性的变量 也就是说你不能写成Y等于什么 然后直接写SO5Y 这样是不太合适的 另外我们看到对于多个方程的情形 我可以指定其中的自变量名称 如果这里面所有的变量都是自变量的话 可以设定为缺少值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想要去求方程 X平方加5X加6等于0的解 那么我只需要在命令语句中输入SO5 然后X平方加5X加6等于0 这里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你的方程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由于我们的方程通常情况下都整理成 FX等于0的形式 所以说右端的等于0是可以省略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写成SO5 X平方加5X加6也可以 这是我们通过程序运行所得到的结果 在这里面需要有一个注解 就是我们现在解的这个方程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说得到的结果直接是数值 如果方程的形式比较复杂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行结果是方程的解析表达式 这个时候只需要输入一个double命令 就可以将我这个解析表达式写成数值的形式 这个在我们以后也会用到的 我们前面提到在确定好注点的一节导数和二节导数符号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去比较极值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绘图的办法 直接来读取函数的极值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用Metalab如何来绘制简单的函数图形 Metalab绘图的基本命令主要有以下几个 常用的 一个是plotxy 那么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这个plot它绘制的是点 如果你绘制一条曲线 你需要将曲线给它进行分割 描绘比较接近的点 第二个是fplot语句 那么它是绘制在指定范围内函数的一个图形 这个函数通常是一元函数 这个limit这个范围通常给定区间 那么在这里面你的这个函数解析式 也是需要用引号引起来的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语句是poly 这个是用来描绘极角theta和极净肉 所画出来的这个极坐标图形 对于我们而言 一元函数的图形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语句来得到 那么就是easyplot 就是easy一个简写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只需要easyplot加上function就可以了 它会在一个常用的一个区间上 或者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区间上 给出一元函数的图形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现在要绘制y等于sinx的图像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 我们有以下的三种办法来得到 第一种办法就是用plot语句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将x的取值给它离散化 从负派到派 我以0.01为不长去点 然后相应的y是等于sinx值的 这个时候我只要描绘出xy点 所有的这个值来就可以了 就能够得到这条连续的曲线 第二种办法我们是用fplot语句 那么我们看到sinx需要用引号来引起来 我所考虑的区间依然是负派到派 用这两种办法 所得到的曲线方程是相同的 像我们上面这个图形所得到的 而如果我用第三种办法 用那个easy 也就是说用easyplot语句 我只需要输入函数 然后去绘制easyplot y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它会在一个常规的区间上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图形 y等于sinx被放置了 大概在-6到6 也就是说-2π到2π这样的一个区间上 在绘制的时候可以根据女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语句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用metalab来求函数的极值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 那么我们这个解法一般的思路是 先求导数 那求导数需要调用的命令就是 DIFF语句 接着求注点 所谓求注点就是一阶导数等于0 于是我们要调用送语句 有了注点之后 这些注点都是协议点 我需要去进一步的判断二阶导数的符号 于是我要去求二阶导数 仍然调用DIFF语句 进而去求二阶导数 在前面所得到的注点附近的极限 我们要调用limit语句 最后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图形来比对所得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要绘制图形 可以调用fplot语句或者是ezplot语句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我想要去求函数y等于x三次方 加上两倍的x平方减5x加1的极值 根据前面的想法 那么我们需要首先定义函数 定义函数之后 我们需要去求一阶导数 我定义一阶导数为dy 那么dy等于DFFy 进而去求注点 在求注点的过程中 我们稍后会看到得到的是解析表达式 于是我需要进一步的得到数值 得到注点之后 再去求二阶导数 并判断在注点附近的符号 就能够得到极值点 最后我绘制曲线的图形来进行比对 我们来看一下程序运行的结果 首先定义符号变量x y是x的函数 在这里需要注意 Metilevel的函数表达是没有缺整的符号 那么加减乘除都要表示出来的 进一步的我们去求注点 先对外求积分 得到一阶导数 进而得到注点值 那么用double语句 我就可以得到注点的数值 我们发现注点是x等于0.7863 以及x等于负的2.1196 好 接着我们去求二阶导数 并进一步的求二阶导数 在注点附近的极限 通过求解我们发现 二阶导数在0.7863附近 它的导数值是8.7178 也就是说二阶导数大于0 那么二阶导数大于0 对于我们而言 它就是一个极小值点 类似的我们可以得到 负的2.1196 是一个极大值点 好 为了比较我们所得的结果 我们用fplot语句来绘制 就是这条曲线在-4到2 这样一个区间上的值 好 我们所得的图形如下图所示 我们看到 整个图形它的弯曲程度 是一个高峰 一个低谷 那么它的最大值点 大约就在这个-2的左侧一点 取道 那么它的精确值 就是-2.1196 而它的这个极小值 在这个低谷处取道 接近于1 那么它的值是0.7863 好 这就是我们求极值的一个办法 我们得到函数的极值以后 可以进一步的求函数的最值 只需要去比较极值点 以及端点值就可以了 而在Metalab里面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语句 可以直接帮我们得到函数的最值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在Metalab里面 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语句 来得到在给定区间上的最小值 那么F就是function MIN就是最小值 这个BND就是bounded 就是有界一个缩写 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函数 在一个有界区间上的一个最小值 在这里仍然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function是函数的表达式 也就是说你要把解析式写出来 另外A和B是自变量 它的变化范围 另外一个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这个命令仅用于求函数的最小值点 如果我们要求函数的最大值点 可以先将函数加一个负号 这样我们所得到的最小值点 就是所求函数的最大值点了 如果我们用这个命令 来求解刚才那个函数 它的最小值 我们看一下 考虑刚才那个函数 在-1到1这样一个区间上 它的最小值 直接得到结果是x等于0.7863 和我们刚才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那这一点 它的最小值是多少呢 只需要将y代入就可以了 得到y的值是-1.2088 以上就是我们用Metalab来求极值和最值的一个主要过程了 下面我们实际通过一个例子来共同操作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求函数y等于x平方加x加1分之3x平方加4x加4 它的极值 首先来定义符号变量x 接着给出函数y它的表达式 那么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比值 上面是3倍的x平方加上4倍的x加4 分子是x的平方加上x加1 好 如果我们不需要来它运行 只需要加一个分号来表示 当求极值的时候 首先需要来求注点 所以说先求一阶导数 我们记一阶导数为地外 它等于y的一阶导数 好 运行结果得到地外的表达式 现在我们要求注点 对于注点而言 我给一个新的符号xc来表示 那么它就是xc 地外等于0 好 立即能够得到两个注点 分别是x等于-2 以及x等于0 有了注点之后 我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判断 注点附近的二阶导数符号 所以说首先来求二阶导数 记二阶导数为第二外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地方外 那么它就等于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写成 地外它的一阶导数 或者是沿用我们前面的 y关于x的二阶导数 好 我们看一下 能够立即得到二阶导数的值 有了二阶导数之后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判断 二阶导数在注点附近的极限 分别记两个注点附近的极限为z1 z2 那么我们的z1就应该等于 这个极限 极限是什么呢 是第二外当x趋于 负二时候的极限 好 我们看到 它的二阶导数是九分之二 也就是说大于零的 既然二阶导数大于零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它就是一个极小值点 类似的 我们在考虑零处它的值 我们发现二阶导数值是负二 也就是说是小于零的 那么二阶导数小于零 是一个极大值点 好 由此我们就得到了 我们的极大值点和极小值点 而如果我们想要去进一步的 来看一下图形 那么我们只需要用 ezplot语句 来描绘我们的这个y就可以了 得到的这个图形就是函数y 在常规区间上的一个形状 我们发现它的极小值点 在负二这个位置 而它的极大值点在零这个位置 和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想要去求最值点 我们来看一下 要求这个函数的最值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考虑 f 有界 那么我们考虑的这个函数 是什么呢 你注意这个时候 你要把函数给它引起来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函数 如果想省事一点的话 我可以采用复制的办法 然后求区间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去求区间 从负三到三 这个区间上它的最值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最小值点是 rx等于负二这个位置 这也和我们刚才图形中所得到的 这个形状是完全一致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的实际例子 这一讲的内容就到这里 这一讲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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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